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呢 比列指的是魔鬼 基督跟魔鬼当然不相合 不可能在一起 不可能相合 也就是说可能彼此同意的意思 因为相合就是同意在一起的意思 魔鬼是专门抵挡神的 性跟不性有什么相干呢 相干的意思就是有份 就是参与 性跟不性怎么能够彼此有份彼此参与呢 性主跟不性主的没有共同之处 所以肯定不能够一同参与 同父一个 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这个相同就是 神的殿跟偶像相同就是符合的意思 上帝的殿跟庙有什么相符呢 有什么符合呢 神的殿是敬拜真神 这跟敬拜偶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好像圣洁跟污秽不能够配合 属神的人跟世界的人要分别 然后做出分别写一样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 他没有意思说暗示我们要离群所居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也不是反对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呢 我们要彼此交往 就是完全不要来往 他也没有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在这个恶这个观念之下呢 我们要维持一个正确的一个互动 因为在恶的关系上呢 信徒呢很不容易跟世人就是有那种妥协的威胁 如果我们两个不同体型的人必须要同复以恶 要不就是你签救我 要不就是我签救你 所以这个恶呢 如果是放在人跟人之间 特别是信主跟不信主的人的身上呢 就表示我们要怎么样 彼此签救 我们要不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圣洁标准 要不就是对方怎么样 提升了他们圣洁的标准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重点不是 不是 那个你们不要 你们就是 你们与不信的人不相往来 不是重也不是那个 而是我们与不信的人是不能同复以恶 不同复以恶 特别是不能同复一个不相称的恶 因为我们的恶不一样 大家的恶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恶就是不相称 信跟不信主的人 我们本来我们的生命就是 一开始就是不一样 我们基础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人生目标 跟我们的方方面面的立场都不同 所以我们的恶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够共同有份 直接了当地表达就是 信主的跟不信主的 我们根本上来讲就是不相配 不宜有很深的交往 但不是说完全不要来往 只是因为我们的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宜有很深的交往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呢 他们在他们的关系里面呢 是彼此合一 彼此团契 所以上帝自然也希望 我们跟他有相交的关系 有团契的生活 而上帝所有的儿女呢 他也希望我们跟其他 一体信主的人也有一样的相交 也有一样的团契 上帝不要我们做一个孤单的基督徒 好像我们跟世界有分别 或者我们跟世界的人 不要同富一恶 我们就变成孤单了 上帝不要我们有孤单的感觉 他乃是要我们说 既然我们已经跟世界分别 我们记录到神的身体里面 记录到神的家中 那我们就要重新跟另外一群的人 建立一个恶的关系 一个相交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有一样的神明共同体 我们是有一样的恶 所以自然我们就能够在 耶稣基督里面有好的团契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 上帝不要我们做孤单的人 他要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圣徒相通呢 因为我们是肢体 我们这许多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生 如果我们将基督徒的生活 比喻成一个战场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战场上面 单打独斗而得胜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 我们跟他没有相交 他跟基督没有相交 所以他会想尽办法 一一攻击我们 一一击破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相合 我们要相交 我们要联合成为一个群体 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势力 来靠得主抵挡魔鬼的轨迹 圣经上面说 我们并不是与俗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阵 幽暗世界的 以及空中属灵气的 魔鬼征战 既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一生就像一个征战 那么我们在这个战场上面呢 我们要单兵作战呢 还是我们要联合其他的统袍 其他的弟兄姐妹联合作战 我们是要以一党百呢 还是我们因为联合 我们终究可以靠着主 打败魔鬼在我们一生当中 给我们各样的攻击呢 所以我们必须在属灵上面 我们要有属灵的伙伴 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我自己靠着自己在家里面做基督徒 或者我完全不需要团庆 我在家里面跟我的家人就可以团庆 没有 我们需要一群弟兄姐妹 跟我们一同同奔天路 可以彼此相爱 分享上帝的恩典 也能在这个信仰道路上 彼此坚固 所以日后如果我们在宣告 使徒信经的时候呢 说到我信圣徒相通 你的脑袋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认知 当我说信徒相通的时候 你必须要记得 第一 你是圣徒 你要活出跟世界 跟罪恶 有别的圣经的生活 第二 你要与不信者的 跟不信者的人 你不疑有很深的交往 第三 你必须与其他的信徒相通 你必须要有团庆的生活 第四 你要借着与神 与人团庆 向上生长 不致 折断 反而不断得胜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要来感谢你 谢谢主 借着使徒信经 帮助我们认识 上帝 是全能的上帝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 掌控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 也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教会观 也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肢体的关系 主要 我们要把我们所有所学到的这些知识 都化作我们的生命 主要 因为知识只能够叫人自高自大 主要 唯有这些的认知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别人的益处 成为主的见证 恩主求你帮助宣道会南港堂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对上帝 我们像约伯一样 敬畏神 远离恶事 让我们对上帝的作为 我们能够像约伯一样 主要 我们就是没有怀疑 没有抱怨 全然的顺服 主要 但是你让我们在肢体关系里面 主要 按照你的吩咐 主要 我们跟这一群 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彼此的享受主的恩典 并且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联合 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的同分天路 主要 这是你量给我们的家 这是你量给我们的肢体 这是你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求你帮助我们 爱他们 并且帮助我们彼此相爱 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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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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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